歡迎回來有Feel人有Feels 音樂治療 我們剛才上一節說到他們出一本書 之外的音樂書不簡單 就叫他們問問他們為何會出這本書 有奸身 裏面有個故事 有血有落汗 尤其是Million 一套一套 眼淚 下一節就說為何又說丁丁說 因為丁丁對面頭的樂器很有興趣 我看這些樂器都比較特別 不是我們平時彈的小提琴 拉鍋小提琴或鋼琴 我想看看是否可以介紹英文資料 可以 不如怎樣做英文資料 不如逐漸站起來看看 好啊 首先這個 看一個故事 是很有趣的故事 其實我每次撿下去的時候 都會自己玩一輪 前面這些很多色彩繽紛的 大家看的樣子像雞蛋 但其實有聲音 是沙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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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egg shaker 因為它是一隻egg 然後有shaker的聲音 所以就叫egg shaker 另外呢 讓我看看 這是egg shaker 然後這個 這個 很可愛 原來是沙腸 對 這個叫浪聲鼓 好像浪聲鼓 聽到聽到 好像浪聲一樣 可以看到 裡面有些魚 海洋生物的樣子 對 有些聲音 好像海內的聲音 然後有些粒粒可以製造鬼 有些精神的聲音 對 然後這個呢 叫做Kabasa Kabasa 英文是Kabasa 中文好像叫Kabasa 它是一個Latin 即拉丁的樂器來的 除了這樣發聲之外 有時候我們做治療的時候 在受助者身上 或者皮膚上做這些聲音 有些感官需要多一點刺激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幫到他們 另外呢 這個呢 就叫做Cucu Whistle 中文是 哪個是善材的 叫做 Avika 菊菊鳥哨子 哈哈哈哈 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就叫Cucu Whistle 對 這個聲音 這個就是扮Cucu 對 好像木桶笛一樣 對 但只有一個仔的木桶笛 對 三個桶笛 方便 對 但它真的像一隻Cucu Whistle的聲音 對 對 這個我玩了 對 還有另外 對 之後呢 對這個像什麼聲音呢 是什麼聲音 鳥仔 對 這個就是鳥仔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但是它會發出鳥仔的聲音 嗯 這個 這個 鴨仔 鴨仔 這個就是鴨仔 這個就是鴨仔 可以發出鴨仔的聲音 對 你哪會覺得是笑聲 如果你這樣 對 這有點像 我也是笑聲 我原來這些表面 所有都是可以做一個音樂條 可以用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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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你除了這個音樂條樂器 你有沒有看到 Vivian 已經拿著一個漂亮的結他 在你一陣子 現在來 特別的 是幫你做了示範 怎樣呢 真的呢 Vivian B 來幫你們 好嗎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之前已經說好了那個規則 我們直接試 我們首先由 哈肥開始 那 那 你就聽著我那個歌詞裡面的 CRACK的時候 你就開始 CRACK了 那第一下 CRACK是你 之後再順著順著 那我先坐下一點 那你就 傳給他 那我們CRACK的時候 我們順序有些什麼要注意 順序時候的注意呢 就是 你要看著旁邊那個 你要告訴他 我現在傳給你了 有eye contact 那你也要放手 不要 哈哈 我寫的 真的 那你就要過去了 你要跟著我的指示 跟著我的手 每一下CRACK 你只要可以CRACK 一次 不是一次 是CRACK 三次 CRACK 轉旁 CRACK 轉旁 好了 你就有一點遠 你們就第一題 好 那 傳完你之後 然後 看看傳完丁丁 對 然後 然後 大家一起 傳到那邊 哈哈 暫時不用傳 暫時不用傳 好 然後再聽我的指示 就一起 就CRACK 對 就是CRACK 你會給我 我什麼時候CRACK 好 我們如果懂唱的話 可以一起唱 不懂唱 不懂唱 你們懂唱 一起唱 一起唱 輕聲 看你唱 一下子 smash 我們百分 Hop 叫 我 揍 x3 哈哈哈 可以 喵喵喵 He leads the other with a 喵喵喵喵 好來多一次我們 調回轉前 Little ducks went out one day Fat one's been One's bare One's too But this one Little duck with a 喵喵 聽住 Hahaha He leads the other with a 喵喵喵喵 下一個喵喵喵 下一個 喵喵喵 喵喵喵喵喵 下一個 下一個說好了 喵喵喵喵 和我們一起 He leads the other with a 喵喵喵喵 now 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又僅屬人 貴學生 很多時候在這裡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有些不給, 有些不合作 有些就像她這樣, 玩我 那麼可以簡單地說一下剛剛的治療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看著我們好像是那個 第一樣,我們很重要的是那個 要跟指示去做事 你要依照我的指示 你首歌才好完整出來 第一個是指示上面 第二個是我們可以促進眼神的交流和接觸 你去遞給別人的時候 你不是不看嗎 是的 有些人會看 對 透過眼神接觸 我們亦有交流 你可以在朋友上面 如何對待你的朋友 不是這樣 看著他 對 亦有一個順順 你要輪流去做這件事 你看到我們這個鴨鴨只有一個 我們怎樣去分享呢 我們要學習這件事 我們只有一個 我們只可以輪流 一印就還一次 我們一首歌內 可以有很多東西 好了 當你全部這些行為上都很好 我們也可以學習一下鴨的叫聲 是 呃 你們都聽到這首歌是很重複 不斷不斷重複的 小朋友的歌 傾向是非常重複的 因為學小朋友的學習 或者所有人的學習 我們的腦袋 都是經過不斷的重複 我們才會學到的 所以這首歌內 看看我們想 在哪裏 我們的節目 在哪裏 去 去 去看重複一點 那裏 你可能 其實我覺得 你也可以有這個專注的 你如果不專注 你就可以自己走去製造 對 有些小朋友 你小一點 例如梁小一點 他真的唱著唱著 你不知道走著就走 他會走 走開的 有時候是會 所以你如何保持著他回來 你要專注在這裏 這樣做事 很多很多很多 哦 是呀 剛才我們有玩過 一個 二、四、六 其實最多是幾多人玩 一個治療 就是看你幾多歲 和他們的能力 能力去到哪裏 是的 如果你有些能力 真的比較低 那些可能一對一會好些 那如果你有些大一點 你開始要有一些 那些疼輩的學習的時候 就可以多一點點人 不過其實如果小朋友 group 我們都不會十幾二十人這樣 就是希望大家 保持著 如果你是治療的 幾個的那裏 但是真的很 depend 你那個能力去到哪裏 你想做的目的是什麼 還有我猜人數是 視乎機構有多少錢 哦 都是 哈哈哈哈 這個因為我自己做老人院去 可能一group裡面 有十五至二十個都不定 是 就是因為如果你老人院去申請一塊錢 它只是 是給四五個老人家的 那機構就覺得 你的錢好像用得很不值 就是越多人 加入這件事就越好 哦 不過我想在於治療師的立場 我們有能力 就是我們當然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裏 但是在同時 就是覺得 你那件事你做了出來 要大家都其實可以 benefit 到 這件事才有therapeutic value 就是所說的治療局的價值在那裏 就是如果你一班人有四十個人在你面前 那你不是做不到你想做那些事的 但是相對地你的治療價值就會因為 你給每一個人少了 而他的治療價值會低一點 嗯嗯嗯嗯 我也想問一下 譬如現在很輕親子的媽媽和爸爸 和小朋友的關係好一點 可以透過音樂令他們的關係好嗎 其實可以嗎 絕對可以 絕對可以 嗯嗯嗯嗯嗯 Angelo 你說些例子 聽聽聽 怎樣做 怎樣做 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其實第一份工作是做親子班 就是用音樂 作為一個音樂治療師 我們用音樂治療的角度 去提供親子班的程式 那為什麼可以用到音樂 可以作為一個這樣的渠道呢 是因為現在 我也看到現在 小朋友和家人的相處 很多時候都是靠Bribery 我給你一些什麼 你乖乖地聽的話 那樣 又或者電子 很多東西都 譬如iPad 電話 電腦 電視 所有東西都含著電的東西 但是音樂是一個比較自然的 就是比較自然一點的 可能其實你小朋友 在媽媽的肚子裡 其實已經聽媽媽的聲音 心跳等等 其實全部都 其實每個人entrain 自己裡面都有一個 有一點點和音樂可以掛勾的東西 希望在那個東西裡拿出來 家長和小朋友 就是靠這件事 不要說靠這件事 希望更加加強這個bonding through音樂 其實最主要 我想在音樂治療師的角度 當然你看不同的個案 但是在音樂治療師的角度 在一個親子班裡面 音樂可以加強或者幫助到 小朋友和家長的關係 某程度上是遠勝於 他在音樂裡面 學到多少英文字 又或者學到多少熟字 或者學到多少形狀 顏色 因為目標不同 譬如有些小朋友 可能會去playgroup 就是普通一個playgroup 他們其實都學到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那個carry out 就是我們帶出來 我們做出來的 那個session 會有些不同 嗯嗯嗯嗯 那有沒有一些例子說出來 我想知道一下 怎樣 父母真的透過音樂治療 真的跟小朋友的關係好了 嗯嗯嗯嗯 我那時候曾經做過 有啊 有啊 可以做錯的 為什麼會work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譬如 可能很多家長 類似這些親子小組 親子班的時候 可能會就 因為有其他家長在這裡 有其他不懂的小朋友 可能他們就很介意 就會細細細 可能就跟老師說 或者跟我治療師說 我唱歌不太行的 我待會可能會走音的 怎樣怎樣 我又不准 沒有什麼五音不傳的 但是為了一個兒子 我好生氣 我喊死了 那其實在這個 音樂這個平台上面 其實 所有家長和小孩子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 就是給他們一個平面 因為可能小孩子 其實在音樂前面 其實他的角度來說 其實就是玩的 我們看到很多很吸引的音樂器 就來玩了 但是對於家長來說 可能他比較在意自己 因為自己的表現 又可能因為自己的表現 而影響到小孩子的表現 但是音樂這個平台 其實在治療師的精心設計之下 其實家長和小孩子 他們都是一個平面 所以呢 可能平時在家裡 家長是高高在上 小孩子在下面 但是音樂這個平台裡面 其實大家變成平等的時候 你去促進他們親子關係 就變得容易得多 那你透過音樂 你見過的例子 都是很好的 他們關係好了 你知道現在的家長和小孩子 通常都沒有辦法談 對 只是WhatsApp 最多聊天的時候 對嗎 或者可能有些家長 因為小孩子大無謂 拿著樂器 或者真的做到某些事情的時候 家長都會 原來我兒子做到這些事情 或者我女兒做到這些事情 我平時都不知道 所以可能會產生一些 對於家長來說 其實他們會多些自信 對於小孩子都會 另外一件事 我們在親子班會做的 就是告訴家長 其實很多情況 他們都可以利用音樂去做到一些 不只是音樂治療 因為音樂不是我們專利的 其實他們有些方法 可以把東西帶回家 而在家裡做到的時候 同時都可以促進親子關係 我們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給他們一些技術 就是給他一些技術 讓他可以帶回家用 嗯嗯嗯 Victor 是 很厲害 我想了解多一點 你對老人家 你覺得透過什麼樂器 他們更加有幫助他們 他們喜歡什麼樂器 應該說香港的老人家 喜歡什麼樂器 你做什麼他們會很喜歡 這樣說 香港的老人家 是喜歡鄭小秋和汪明荃的 汪明荃我也認福 是 因為如果你跟老人家 去職興一些音樂的話 是 他可能沒有什麼反應 因為他的腦裡面 還沒做到這些是什麼 但如果你跟他唱 《萬歲千山眾之情》 這首《飲過》 金曲 《上海灘》 他們可以馬上說出所有東西 對老人家 我會選擇用一些現實的音樂 即他們那個年代的音樂 根據一首歌的內容 問一些問題 譬如我最常問一個問題 我唱一首歌叫做 《我一見你就笑》 一首很舊很舊的 普通話歌 唱完之後 我就問 你見到誰會笑 你叫他想嗎 是 然後他們 通常第一句就是 我見到你就會笑 這個就是老人家 一般就說 我見到你就笑 因為有音樂廳 你叫做《北台》笑 對 然後我就引導他 除了我之外 可能會想起 你腦裡想起 哪一個家人 哪一個朋友 笑容 最窩心 最好的 一些引導的笑容 令他想起以前的事情 哦 哦 那會勾起他一些傷心事 都會 都會 你搞到他哭了 怎麼辦 怎麼會有客人看完 唱歌之後哭 試過 試過 其實可能 普通一首歌 譬如我試過一個老人院 一群組裡面有四、六個老人家 然後唱一首 《月亮朵》給我的心 是 一首很普通的歌 是 大家都懂得唱 但我一彈前奏 那老人家馬上爆哭 是爆哭 是 是很誇張 是 然後再問一下 他知道是那個婆婆來的 就是 這首歌是 她老公第一次唱給她的歌 哦 是的 但是她老公已經不在 就是一聽前奏 就馬上想起了 但是那時候 裡面的姑娘和社工 是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他們很少用音樂 來做一個橋樑 或者一個鎖匙去 聯絡老人家的內心 是 所以 如果是對老人家的話 我會選擇用一些 舊一點的歌 那你用治療 你老人家 其實對老人家 你應該不是用治療 應該是跟他一個 一個橋樑和他溝通 打開一個心窗 是不是 應該是這樣說的 其實 治療 其實治療不是 就是說 有一件事 不好 其實可能是 幫他舒緩一下內心的感情 去 覺得自己有意義 就是自信心方面加強 這個都是治療的其中一個部分 尤其是對老人家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 增強自己的自信心 好像剛才有個個案子 你一唱月亮代給我的心 他就哭了 爆哭了 那你怎樣安撫回去 透過音樂的安撫 不安撫 有他哭 因為他為何哭呢 可能在那時候 他覺得 哭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是 如果他覺得是最好的方法 但你又不讓他哭 是 那他就是 你好像 你勾起別人的心事 然後 就行了 你不要哭了 那他的感情就抑壓了 抑壓了感情 就是有他抒發他的感情 抒發他的內心 就是發誓了能量之後 再問他為何會這樣呢 那他都發誓了 你會再做一個治療給他 會跟他聊天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 可能周邊的老人家都會問 問他為何哭 為何不開心 就是一個哭 然後變成一個大家討論 然後那個老人家 那是不是因為你的音樂 帶起他的回憶 那件事就放下了 之後他會不會怎樣處理呢 其實怎樣 可能之後社工會跟進回 但至少這件事發生了 我們周邊幫他的人都知道 會有一件這樣的事出來 就是不會說我唱完一首歌 他哭完就沒事 可能他都會有個感覺 不過可能越來越沒有那麼強烈 或者會有個自己的方法去發誓 就是透過音樂 不經意地就可以不小心地 又可以治療到他的傷心事 然後可以平復他那些內心的益住的情緒 對 好了 英雄剛才你也說了 有個個案 我想補充剛才Fixter說 就是說老人家的治療目標 我想跟小朋友的不是很相同的 我想我兩邊受實習 其實也都做過了 我當然也有做長者服務 我覺得最主要的分別是小朋友 我們大多數情況之下 都希望看到進步的 就是進步可能是由不懂變色 又或者慢慢的東西越來越好 即使你減少一個騷擾性的行為 其實都是一個進步 但是在老人家的層面來講 我們是希望他可以維持到 即是他可以維持到 他們還擁有現在擁有的東西 譬如可能在肢體上面 或者是他認知上面 社交的能力上面 又或者是 如果他在一些軟社裡 我們會希望他維持到 他現在擁有的東西 讓他不要退化得這麼快 從而可以提升他的生活質素 所以變成我們看 即作為治療師的時候 我們在不同的設定 我們看的東西 亦都會不同 即是我們不會希望一個老人家層面 他明明坐著鄰居 我們希望他十字之後 他會懂得走路 這樣東西亦都不達到 也不是一個比較實現的治療目標 所以在思想模式上 我們做事 我們落組 我們對著不同的群人 我們做 我們定立的目標 那個方向都有點不太同 我之前做過一個個案 就是唱歌 我們選了《何日君再來》 我知道也是一個不太好的選擇 我唱了第一句之後 有個客人就立刻 哭哭哭哭哭 有男的 哭哭哭哭哭 爆哭 真的爆哭 沒有嘴聲的 但是不停地流眼淚流眼淚流眼淚 這個可能是我的評論上 也未必可以按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第二第三個禮拜 也不應該這麼早 介紹這首歌 因為始終那首歌的歌詞上面 也有說過 你聽過歌的名字 已經知道 可能有些人走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當然他有寫公斤 就知道可能 其實那個客人 他的能力都比較低 他是沒有能力說到話的 但他就不停不停不哭 我們就猜他可能也是歌詞 觸到某一些情緒 是 但是我第七、八個禮拜的時候 我不是唱同一首歌的 但是我也唱了一首歌 我不記得是什麼歌 那個客人同時又哭了 我就害怕了 為什麼唱什麼歌都哭 發生什麼事 但是他這次哭就是笑著哭的 我猜他就是 我們也猜他可能是聽到 又覺得這首歌是 可能是觸發到裡面的 可能是感動 因為他是有面部表情 你看到他是正確的哭 你就知道 原來他是聽到這首歌之後 可能會觸發到一些很好的回憶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樓下的那些女 也跟之前的哭 有些不太相同 所以有時候 譬如在一個治療的情況之下 但是那個客人哭 是否代表一定要停 究竟他哭的原因 我們要找回他哭的源頭 究竟他為什麼哭 可能從他身邊照顧他的人 又或者他團隊裡面的 其他跟他有治療關係的人 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從而我們才知道 原來這個客人 我們認識他的性格 原來他某些地方 我們可能在初頭 沒有那麼熟悉的時候 不應該去觸碰到的位置 又或者建立了一個 長遠一點的關係的時候 可以慢慢地去幫他 去摸索那些位置 咦 我想問一下好奇 你見到他哭了 那你之後事後 有沒有跟他聊聊天 我其實有問 因為那時候 真的比較早期一些 講第二第三個星期 他身邊的社工 我又跟進了 究竟問他發生什麼事 當然社工 都給不了很多資料 因為他始終是non-verbal 即他沒有什麼語言 但是從他平時的雜性 或是怎樣 可以大概知道 他可能真的 因為歌詞上面 我們唱了一首歌之後 就知道自己的事 所以就沒有繼續唱下去 但是 每個人都會有犯錯的時候 可能我那一刻 那個專業評論 在那一刻 我覺得未必做得很完善 因為整個組 其實也不只有他人可以哭 嗯哭 如果全組一起哭 我慘了 那是個個案 是個別個案 是 全組一起哭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全組哭 是你的問題 應該會馬上被踢出去了 不會有下次吧 所以我想 有時候選歌 剛才Victor所說 我們會用一些現繩 已經有 可能比較舊一些 可能他們年度會聽的歌 但是在選曲方面 其實都要很小心 嗯嗯嗯 那就是 你也要做一下搜尋 年紀大一點 要什麼 汪明傳 就是小秋 汪明傳真的沒得定 是啊 都不是我們年代 但我們要知道 是 這個絕對 就要背到 我明白的 Vivienne 我想問一下 你對自己的小朋友 都有你一套 他們 Victor是老人家 看到你很開心 看到小朋友 但是小朋友看到Vivienne 那些嬰兒 看到你很開心 那他們通常 那些小朋友 是用什麼樂器治療 他們會喜歡的 就是用什麼方法 他們會拜的 嗯 其實他們看到任何樂器 用的東西都會很開心 那 他們 什麼東西都拜 即是 你英文也好 中文也好 那 他們看到你才拜 其實 因為Vivienne 其實我覺得 跟小朋友做治療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那個樣子 不是那個 就是那個面部表情 你一定要這樣 是啊 是啊 那些 這個其實 我最初實習 在學校的時候做實習的 第一段我就是做小朋友 我覺得其實亞洲人都比較 內斂一點 其實最初我那個面部表情沒有那麼大 哈哈哈哈 那時候 那個Superwoman經常說 喂 你要動感一點 你的樣子 否則他們不會覺得你很可愛 這樣 首先你進去 就算你不開心 但你進去都會 喂 哈哈哈哈 這樣 你最重要 這樣 你看到你帶著結他樂器 其他東西 其實已經 即是那一刻 他會專注在座 但是小朋友的專注很短 其實你要不停不停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去保持著他的 attention 那 那 其實你說用什麼遊戲 他們真的沒什麼想 一個樣東西 其實他們都可以玩 一個樣東西可以玩很久 就是看你怎樣去令他們玩 其實 我可以用一隻蛋 但是做不同的東西 雖然他們都是玩 雖然他們都是玩 哦 可能我都是歌 那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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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 其實可能他做三四個活動 都是用同一隻蛋 但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歌 去令到他很不同特別 譬如如果我多點顏色 你今天穿紅色衣服 我給你紅色 我知道 哈哈哈哈 藍色 藍色蛋 藍色蛋 這個可以教他們 你今天穿什麼衣服 你穿什麼蛋 可能唱首歌 但是說 誰是紅色的衣服 有紅色的蛋 但是我們站在身上 可能是跳舞 然後又坐下 那些 也都是 如果我們不逐個逐個玩 我們可以一起做一些 這樣 shake shake的歌 可以跟他們玩 互動 跳動 那些 游仔那裡都可以 哈哈 shake shake啊 你喜歡shake shake 他們有時候歌 會真的很喜歡跳動 而且 其實一開始 用這些shake 可以幫他們 你知道他們的 energy 很高 就是這樣 哈哈 所以 你先把他們的東西搖出來 然後 可能 才會慢慢有些 定一點的東西 可以做 之後再打氣 那 除了搭顏色 或者一起去做一些互動 那 有時候你可以教他們 快慢的拍子 譬如 我一直彈結他 我彈快的時候 為什麼你跳 這樣 哇 當我慢的時候你跳 然後我慢 或者 這樣 我現在很大聲在一起 這樣去玩 所以其實我剛才說了三件事 可以用三首歌 但是 都是用同一個 他們就不會覺得 其實是 都是一隻蛋 因為我唱了三首不同的歌 所以他們就 對了 但是你的樣子 也會一直 這樣 所以他們就不覺得他們還是拿著這隻蛋 這樣 真的很成績 哈哈 哈哈 越做了 小朋友就 這樣 很明顯你看到的反應 就是你這樣 他們就 這樣 這樣看著 對 他很看你的反應 小朋友是很容易 吸收到你的能力 就會表現 對 有時候你越是 這樣 他們就 你怎樣 其實那時候就是 就算你自己 彈錯也好 唱錯也好 其實 你也是越這樣 他們會覺得 好可愛 如果你唱錯 你就 這樣看著 這樣看著 嗯 這樣 經常過了 有時候他們聽得出 他教你 他們還會很開心 是啊 啊 你們才會唱錯 不是 不是 咬皮特加伊 然後我就說 哎呀 你聽到 我真的 咬你 他們就很開心 什麼都要講表情 什麼都要講表情 錯也要 嗯 你最厲害 你代表 他們都很開心 有些什麼 還有 另外一個小朋友 我覺得 教他 他真的做得對 的時候就 讚多一點 是啊 可以這樣說 我小時候 都沒有什麼人 讚我做得對 我覺得這個是 亞洲人的傳統 都不會怎麼讚的 你應該的 你做完 做完 你媽媽在其他人面前 都是說 你很差 但我覺得 小朋友其實 是聽得到你讚他的 通常做了好的行為 你要讚多一點 他就有多些機會 去重複他 那個 譬如說 Pictor是否搶著 不肯 那些 其實你也要告訴他 當你錯的時候 你這樣了解我 你就要站在旁邊 沒得玩 那你也要去實行 哈哈哈哈 剛才是有關 我沒辦法踢他 過龍頭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知道 那裡有Pictor 站的圈圈 要冷靜圈 我冷靜圈 那你也要真的做給他看 小朋友 你真的錯的 我真的不讓你說 不是 你錯 我說一下 那他們就知道 除了你也說一下 我是不是都是這樣 其實小朋友很分明 你真的對就對 你對我讚你錯 你就有這樣的懲罰 所以他就 應該 下次就會避免錯誤 這樣 其實我也很 鼓勵家長 他小朋友做得好的時候 就是 用讚賞的方法 你真的要告訴他 我看到你這種行為 我希望你這樣繼續 這樣 但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掌罰分明 真的 對 就是錯不要 忍去 真的要罰他 你真的告訴他 對 就是Victor 這樣走那裡 對 你告訴他 我剛才已經講了這個條件 我可以給你一次機會 你開工 我可以給你一次機會 如果你下次還是錯 你就要走那裡 他下次再錯 你真的就要扔他去那裡 你管他哭也好 他永遠都要扔他 你只能扔他 對 但如果他扔到一會 你又要回到他 你跟不跟我們 去進行 通常他就 這樣 如果你是繼續 我們才可以繼續 跟你做 你才可以回來 通常他就坐在那裡 跟著他 通常 是很好 這個方法 其實這個方法 是這個問題上很適合的 小朋友掌罰分明 正好 正好 透過掌尾 他們更加結合自信心 很頑皮的 走到那裡 你無法反應 對 對 對 丁丁要做甚麼 問 我知道你也有些發問 因為我經常搶著說 令到你發問一下這些問題 我覺得 其實因為我也有看過書裡面 我記得曾經有一句 他說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們是治療師 他們是家人 其實很多人的重點都放在他們的得著 其實你們自己最大的得著又會是甚麼 反而想知道你們自己其實是音樂治療 但我覺得很好 問題 因為沒有人這樣問到 對 我想真的沒有人 沒有人關心你們 對 對 就是關心自己 我可以說一次 好 我覺得 作為一個音樂治療師 其實就是用生命影響生命 因為 其實我們是用自己的興趣 就是都是音樂 去幫到其他人去做一些實際的改變 而這些人可能 之前可能試過很多不同的治療 或者試過很多不同的辦法 都可能沒有用的 或者沒有結果的 但是可能來到音樂治療之後 真的看到一些改變 那我想 這件事是比較 成功感 對 成功感 其實我覺得做得很差 我覺得 我讀了這一科 是覺得音樂比你們想像中 音樂可以做到的東西 其實是這麼多 我們本書 我覺得挺貼題 就是它真的不簡單 就是 除了普通人覺得音樂是這樣的 其實音樂還有更多 除了你說真的 我來觀賞 那些不是觀賞 就是 隱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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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 除了欣賞 除了欣賞 還有後面那些 加上 你說 看到 client 的進步 你可以用這件事去改變 一些 正面地改變 有意地改變 其實這個都真的有很大的得著 我覺得 作為一個 音樂 音樂 音樂人 可以利用音樂 有這麼多不同的變化 真的 這個是很大的得著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對老人家多 所以 我最大的得著就是 得到他們的經驗和歷史 其實你和老人家聊天 應該這麼說 如果我不是對老人家的話 我不會懂得唱 汪明荃的歌 我亦都不會懂得唱 周旋 八光瑤你這些 很久歷史二、三十年代的歌 還有在唱歌的過程 他是不介意把他們的歷史告訴你 可能是 四、五十年代 那時候的民間生活是怎樣 他們生活模式 玩些什麼 做些什麼 這些是 最大的得著就是 我得到他們的經驗和歷史 其他人很難會知道這些 你和小朋友唱歌 你頂多都知道近來流行什麼卡通片 有什麼回句 很重要的 哪個劇集的歌好聽 但是老人家的話 你知道的是 比小朋友告訴你更多 我認同了所有大家說的話 另外一樣 我不知道三個人會和我的想法一樣 但是我覺得是對自己認識多了 這個是真的對自己認識多了 知道自己在什麼情況之下 能力上可以給到一些東西給別人 而同時間是可以將 因為開心是因為你分享給別人的時候 你不會因此少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有能力 將自己懂得的東西 學到的東西 將它再用得出來 而可以幫到其他人去感受到 我因為作為音樂治療師 所得到的快樂 我想它將快樂傳開去 對自己的思想 我覺得是成熟了 知道原來不是所有事情都世界圍繞著我轉的 如果這個世界上很多人 很多事是我們不能夠控制之外 我們用最好的方式 希望可以幫他們去解決到他們的問題 這個是我看自己想的成長 可能因為大家 我們都從我的讀書回來 很多事情 某程度上都是逼著成長的 即是你要自己洗衣著飯 做的所有事情 買車等等 其實那些是思想上迫著成長的 但在同時 我想看到自己個人真的長大 是真的落手落腳去做 而是看到別人的改變 發覺自己的開心 自己的成績感 自己的滿足感 原來可以和別人分享 嗯 是 四位作家都說得很好 四位作家 音樂治療師都說得很好 是啊 音樂你其實是一個 是很超出自己 或者超出別人的想法 那些更加多的治療 我覺得是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 透過音樂 都會突然撩起很多自己的自身 或者是透過音樂 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去幫到別人 不知道為什麼 是我覺得 因為我也是說音樂 我覺得是音樂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靈性的東西 是一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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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是幫助了很多 不同界別 不同人 不同年紀層 都可以令到他們 透過音樂 可以得著很多 自己發覺不到自己的一面 亦都可以 透過音樂 可以照到自己一個 很隱蔽的一面 是啊 很感謝你們出現 所以音樂是殊不簡單的 是啊 確實是簡單 就是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 主題就是 音樂殊不簡單 就是由你們的存在 是啊 很感謝今天你們上來 和我們分享一下你的書 裡面的故事 希望你們的書 一出了之後 就爆紅 大賣 爆紅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六月份 多謝你們給我們機會 我們上來 可以說一下 這本書說什麼 因為大家看到書名 其實我們沒有特地 將字條兩個字 放在書名的大題目上 其實都想引起多些人的思考 你看到發覺是什麼來的 然後呢 就在這本書裡揭穿 是啊 希望這樣可以給大家多些機會 給大家多些空間 去思考 是啊 不是字條 對呀 不是放一個字條在裡面 其實音樂已經有心是已經完全 是啊 好了 你們有時間的話 出完這本書之後 怎樣爆紅 怎樣很快 再上來和我們分享 再分享一下 乖 謝謝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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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今天各位收看 我們的Hong Kong Feel 有Feel人有Feel事 希望下次我們再請到不同的人 上來講一些很特別的 有Feel的事 讓大家知道 我們今集拜拜 再見 拜拜 嗨 大家好 我們來近六月就有本新書叫音樂船不簡單 就在書局買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本書的詳情 可以在六月十四號來荃灣樂樂多元藝術發展中心 我們會有個新書發佈會 以及由我們四個去講什麼叫音樂治療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詳情 可以去網址 就是在 是啦 按進去 登記 然後就可以來看我們 那我們到時見